记者国安家台北报道 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一惯例明年期8月台北登场 但2016年中共派出上海市统战部长沙海林来台 引发统战疑虑 台北市议员将知名金下午于议会市政总质询 要求柯文哲不要让中共党工再带队来台 对此柯文哲表示 他知道议员的坚持 上海方来台不要用党职务 用政府职务 此外柯也同意双城论坛不要离选举太近 对此北市府发言人刘一廷受访强调 对于议员意见 市长表示认同 但还要将相关建议带回市府讨论 江志明对柯文哲提出三项要求 其一包括双城论坛于明年上半年举办 对年底选举影响降到最低 其二上海市出席代表 必须是上海市副市长及以上官员 绝不接受共产党党工带队参加 其三柯文哲与双城论坛所做的政治宣示 必须先向议会或党团报告 如设计保密 议会亦可配合照秘密会议 避免要爆出两岸一家亲的言论 对此柯文哲回应 第一点当然没有问题 双城论坛不要离宣序太近 但对于第二点柯文哲说 中国政治制度是党委书记比市长大 他知道议员坚持 不要用党职务 用政府职务 至于第三点柯文哲则未说明